那就祝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五福临门 生活天天美好 日子越来越红火 蝴蝶和小鸟飞上天 非常常见 孙悟空和财神爷在天上飞 相信您也能理解 那么一百多米长的港珠澳大桥飞上天 你敢相信吗 没错 这里就是世界风筝之都维芳 今天小新就来到了 第41届维芳国际风筝会 万人风筝放飞活动的现场 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 这些神奇的风筝吧 今天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 137支风筝队 来到维芳世界风筝公园 带来了传统的龙头武功风筝 软体风筝 四线风筝 等等各具特色的风筝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 这些参赛者们吧 我们是来自大连地风特级风筝队 这次主要是过来维芳参加比赛来了 然后我们放的现在飞的这是四线风筝 它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单线的风筝 单线风筝它是只能往高飞吗 这个主要是在空中跟着音乐做各种的动作 要配合音乐 四线主要锻炼人的手脑的协调能力 比如正着飞的时候是拉两条上线 然后倒着飞需要拉两条下线 这需要就是手脑要相互配合 我是维芳风筝飞业传承人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龙是中国巨龙风筝 这龙一共是199米 片中间的图案是每个沿下国家的地标建筑 两边的旗帜就代表国家的国旗 我寓意就是想这些国家 像中国的巨龙一样经济腾飞 为方是风筝之多 我们就想做出自己特色的风筝来 展示给国际旅人 给全国人民 展示我们风筝一人的风采 天上笑呵呵的财神风筝 引起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据了解这是来自安徽的 霸都姿泰风筝队 特别定制的五幅风筝 我们带来了全国唯一套的 福禄寿洗裁 它每一个风筝的大小 大概是十米 十米大小 这是我们联系维芳的厂家 给我们单独定制的一套 也是为了参加本次风筝节 那这个现在目前飞的这个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现在飞的就是一个财神爷 因为今天是开幕式 所以比较喜庆 咱们先放一个财神爷 如果场地风力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会接着再把五幅心 都给它挂上 你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套 因为咱们是中国人传统嘛 这个风筝比较喜庆 也符合我们中国人过节的气氛 所以也比较代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是福禄寿西财 五福星 也是给节日增加点过节的气氛 维方风筝有2000多年的历史 维方国际风筝会呢 今年也已经举办到了第41届 每年这些各具特色的风筝 都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也欢迎大家来到世界风筝之都维方 和全球的风筝爱好者们 一起感受维方万物皆可飞上天的神奇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